我们又出来了 又来到了那天我们逛过的街 没有想到光明田茶馆就在这里 我们那天距它的直线距离可能只有50米 但是因为不知道 居然是错过了 我建议下次我们要去哪个城市 先把想去的地方全部用地图搜藏一下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一圈哪些点 这个房子里的声音特别吵 我怀疑就是在这 这个是本地人很多的一个甜茶馆 但是现在也是一个网红甜茶馆了 据说只收现金 一杯茶一块钱好像是 这人多的 这里有菜单 8磅25 5磅20瓦 比那天那个小茶馆还比 对那天的小茶馆 8磅30块 对 一杯一块钱 脏肉面7块 牛肉面7块 你这炸鱼干了两个甜茶 甜茶你们自己上里面拿杯子找座位 投员过来给你倒茶 那炸鱼豆在这买呢 炸鱼豆直进对面乳池川口去买 谢谢 杯子在哪儿拿 右面 在哪儿 右面 那里面吗 应该是在这里卖土豆吗 我看看啊 南面的 南面的 土豆是在哪里 谢谢 谢谢 看这边卖土豆 哇天这边人真是坐无需行 所以这边人容量要是有1万的话 我是相信的 谢谢啊 什么情况 凉粉好吃吗 好吃 我第一次买的时候 我吃还挺好吃的 味道不错 不行 要1个土豆 1个凉粉 刚才这个大叔还推荐了脏面和肉饼 我打算现在去买 看 还领了个这样的牌子 去到对面领脏面 是我的了 要什么 要一点 要 要 好了 好 谢谢 苗总一口去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些都是咱们的 这个是凉粉 6块钱 甜肠1块钱一杯 我们后来买了衣服 因为 我们觉得凭我俩的实力干掉衣服 没什么 这个是藏面 这个7块钱 然后这个是土豆 这个5块钱 这个是肉饼 这是肉饼 3块钱 土豆和肉饼是对面的大叔 对我们说特别好吃的 大叔长得好好看 这个是什么 哦 毛牛肉 你这是牛肉面是不是 这是牛肉面 一看都看到牛皮了 上次我们吃的是猪肉面 这次试试牛肉的 这家比之前那家要软一点 汤好喝吗 汤还行 我觉得上次那家的汤更好喝一点 这感觉它煮的有点软了 时间有一点久 来口吃一个妙种的凉粉 这种凉粉跟我们的那边的都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它是什么做的 好像特别薄 而且半透明的 而且它好像是 一块一块的 那不是那种皮的那种感觉 好像叫做腊木凉粉是吧 腊木凉粉 还是什么凉粉 忘了 我觉得要是再凉一点就好了 它的口感有点像卷粉加冰粉 卷粉加冰粉 对 那很奇异 然后呢 它有点那种 冰粉的那种感觉 试试 好 它挺好吃的 是不是有点像卷粉加冰粉 对 它特别滑 味道调的也可以 我看到人家好像是拿饼和面放在一起吃 是吗 是要放进去吗 你先尝一下 我觉得这肉饼 三块钱的肉饼肉这么多呀 好吃吗 它挺有点淡 我觉得如果泡点汤 应该会不好吃 大叔在现场教训 现场知道如何吃法 泡汤以后要咸一点更好吃 土豆是五块钱的 我刚才尝了一个 它应该咸的时间蛮久的 听这个声音就知道了 其实甜茶的味道特别像阿萨姆 如果想了解甜茶有什么味道 回家把阿萨姆加热一下就好了 基本上呢都鸡完了 然后除了这壶甜茶 我们可以慢慢在这坐着喝 咱可以再吃点土豆 所有的东西一共多少钱呢 加上你将要点的土豆的话 一共是38 将要点的 就是我们吃了四样东西和一壶甜茶 一共才33 而且这两个茶如果不点的话 就只有31 这两个小杯的 因为我们一开始点了两个小杯的 因为听说这边都是一块钱一杯 然后对面的大姐跟我们说 这边倒茶倒得非常慢 建议我们自己去买一壶 我们就买了一壶 然后他们这个 10块钱一壶甜茶就是这么大 我觉得可能不止能到10杯 如果是两个人以上来的话 点个一壶还是比较划算的 对 好了我要再去买土豆去了 拜拜 我觉得这个光明甜茶馆啊 整体的寸位非常好 我们刚刚一进去 因为那个倒茶的大姐没有空给我们倒茶 所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藏族阿妈 直接给我们倒了一杯茶 他们自己的 请我们喝了 我当时都感动到了 都不认识的 然后看到里面有 就是说来喝 然后坐下来大家就开始聊天 但是他说他们是早上三个人出来逛了八阔街 他们自己带了暖壶 然后在这打了20块钱的甜茶 然后吃了点东西 然后就慢吞吞的坐在那里慢慢的喝甜茶和我们聊天 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要回家了 回家里去做他们下午那顿饭 我觉得好悠闲好舒服 你现在也很悠闲 你又不用做下午那顿饭 好了 我们待会儿咱们去八阔街逛一逛 记得关注我们 一会儿还有一集 拜拜